大家好,很久沒有和大家分享我的Beauty Favorites 其實2月份我都有拍過一條短片 不過當時後患痛,不太方便說話 所以只能夠用一個簡單的化妝來做示範 去到3月份的時候因為轉身公司,忙著適應新環境 4月份去了首爾拍結婚照,結果都賣掉了 今天就很想和大家回顧我過去三四個月 曾經喜歡用到現在都很想和大家推介的美妝用品 也當作一個簡單的一個春季的總結 說一下轉了天氣了,我其實有什麼產品是想和大家推介的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好像我一樣都是乾性肌膚或者混合性偏乾的話 我今天有一個好介紹,就是Lanege的BB Cushion 我其實在4月份去首爾玩的時候買的 當時整條明洞大街,無論是什麼化妝品牌 都是大賣Cushion妝的Foundation或者BB Cream的 為什麼我會選Lanege呢? 第一就是因為她的代言人是宋維喬 你知道她一向都很出名,皮膚好,還有她的裸妝很貼服很自然 很想試試用這個產品可以做到類似的妝效 第二就是我覺得比較實惠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一般的Foundation也好,BB Cream也好 她們的容量大概是30ml或者30g 但如果你買這些compact妝或者叫做Cushion妝的Foundation 她只有15g而已 一盒 於是你200多元買回來,其實是正常的Foundation的一半容量 但Lanege就不同了 她除了給一個compact裡面之外 她還有一個粉芯給你 所以total加起來有30g 我覺得相對地她就值得買一點 而用了三四個星期下來 我自己就覺得她真的可以做到裸妝的效果 很貼服,很自然,也有光澤 我今天其實都用了她 我做的也非常簡單 我也有一條片做示範 另外就是她真的很保濕,也有滋潤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乾性的皮膚 很容易看到自己皮膚的毛孔好像很乾燥的話 這隻BB Cushion也是很適合你用的 還有她會有SPF50PA++++ 所以可以一次過做防曬 我特別是很喜歡她這個粉泡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買一些粉餅回來 或者一些粉底箱 她的海綿也是扔都扔不及的 但這隻粉泡 其實對於你可以去拿這個海綿裡面的BB Cream 來做化妝或者上妝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很方便,也很貼服 但是有兩點要留意 第一點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有些暗瘡印 有些瑕疵,可能皮膚狀態不太好的話 因為她的遮瑕能力其實都偏低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大量的concealer來做修飾 第二,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 你都要考慮清楚才好用她 因為她本身所剃造的一個妝感就是一個光澤 和一個簡單而言就是一個光感肌 那本身你如果都是相對地容易出油的話 其實過了兩三個小時 它就會令你整個臉好像油炸鬼一樣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油性肌膚的話 就要考慮清楚才好用它 如果你又想要有光感肌 又想要有遮瑕度 那我就推介這個YSL的粉底 是一個法文名,所以我不敢亂讀 其實我初初買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就不能百分之百感受到它可愛之處 直到我今年三四月 天氣開始熱,開始淋,開始濕的時候 再用回去呢 我就發覺原來它真的很好用 第一,它當然可以幫你做到透薄,量窄的妝感效果 第二,它的遮瑕度也是非常之令人滿意的 一般的暗瘡控或者是黑頭 一些比較粗大的毛孔 它都可以幫你做到coverage 第三,我覺得非常之可貴的 就是它是很清爽,很薄 所以你塗上它的臉上 你不會覺得這麼容易脫妝 也都不覺得會令你的毛孔造成額外的負擔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夏天真的很濕,很黏,很熱 一個乾淨清爽,輕妝感的粉底 是可遇不可求的 它同時可以做到剛剛所說的那三樣 說真的,雖然貴了一點,但都真的物有所值 事實上,這一盒已經是我第二支 我上一支用了大半支的時候 就是一個線手不過意摔倒掉落地 心都碎了,因為460元一支 但是,我想你們都猜到 其實我有很多foundation 結果我都要回頭再買多一支 你由此可見我是多麼喜歡它 接下來想跟大家介紹兩盒 我用得非常勤力的眼影盤 其中一個大家都會覺得很面善的 就是Urban Decay的Naked 3 我在2月的時候已經狂用了 Urban Decay可以說是帶起了大地色眼影的潮流 它的Original和Naked 2我都有買的 然後當然我不會錯過第三代 它的造型是這樣的 12隻色,由淺至深 這次它們有點改進了 因為它有三隻都是Made Color 啞光的 分別是這一隻 叫Strange Limut 還有Nuna 都是很幼細的啞光色 另外它也有一些很漂亮的 閃粉帶閃的顏色 比如這隻Chick 可以看到一隻很漂亮的金 但其實整個系列當中 比起第一和第二代 都是看上去帶了少許Rosy Color 是有些粉紅或者粉紫 其實看上去就沒有那麼… 怎麼說呢 沒有那麼悶 沒有那麼… 只有啡啡黑黑的 所以戴上去看上去 就比較適合春天或者夏天去用 所以我自己也挺勤力去用它 另外第二盒就是 Tou Faced的Chocolate Bar 首先第一件事 它的包裝很有趣 雖然包插了一點點 但整個造型就像一塊朱古力一樣 但一打開 所以呢 Exactly就是一個朱古力味 因為它真的用了可可粉 來做其中一個眼影的成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顏色 而比起Nicked 或者其他的大地色系的粉 眼影盤又不同 它都加了一些其他顏色的 比如這隻粉紅色 這隻粉紫色 還有這隻帶綠少少的卡奇色 這隻酒紅色 都是很漂亮的 亦都無需多說 它們的粉真的非常細膩 還有很幼滑 一點都不會覺得 看上去好像 上結都上不了顏色 這樣 可以看到它真的很漂亮 也是很出色的 尤其是我自己很喜歡 特別喜歡的就是這隻紫 因為我覺得它用來做眼線 或者在下眼線畫一個簡單的 也可以令整個妝看上去 平凡當中有不平凡 真的很好聞 好棒 化眼妝我覺得在夏天的時候 不妨加多些鮮艷一點的顏色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容易去 就算你不太懂得化眼妝 去下眼影的人 其實都可以用的避忌 就是一些白色的眼影 我今天會推介的就是 Steela的 包括了這兩種顏色我非常非常喜歡 你看一下 一隻是Turkois 另外一隻叫做 Periwinkle 顏色是非常鮮艷 比如這一隻 天藍色 超棒 另外就是這一隻 粉綠色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綠色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綠色 很漂亮的一隻顏色 還有它們不會是mudge 雖然它說是smudge stick 其實它根本就是 一你塗上眼就不會再移位 直到你下妝的那一剎 那我很喜歡怎樣化呢 就是有時在我的下眼線的位置 加一點 那很多人都會教你們可以化白色眼線 但其實如果你去到夏天 不妨用這些colorful的顏色來擺下眼線的位置 它同樣都可以做到 令到你眼神有神彩的效果 之餘呢 它還可以給到少少 playful少少的感覺 那所以看上去我真的覺得 超棒 那所以我都極力推介 那其實呢 去到夏天 有時我們會喜歡 一些比較鮮色的唇膏 但有時我們就喜歡 一些比較鮮色的眼影 那如果兩者加起來 就實在太過over 那所以呢 當我要化一些 相對地色彩比較鮮艷的眼妝的時候 我就會找一些 Nube的唇膏來搭配 那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呢 因為其實Nube的唇膏很難找的 因為 尤其是黃皮膚 如果你找一些太接近膚色的話 其實是看上去會很病的 那所以我建議你們用的裸妝唇膏 其實是接近你的唇色 instead of 接近你的膚色 那我今天想和大家推介的呢 就是Mabel的這隻 New Nude 那我選了是01和04的 那它其實有一系列的 而且好像這陣子都在做Discount 那我用 我就示範01給大家看 那其實01就是這隻 OK 然後化上嘴呢 看我的鏡子 看我的鏡子 你見到我呢 是很舒服 就可以塗上去 是很Smooth的 那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 沒有閃粉 但是是亮亮的 那看上去呢 別人不會覺得你好像很乾的 那一個是 My Nips Better 那是一個很正的 很自然的一個唇色 那我非常之喜歡 那 而且它是 真的 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很乾的嘴唇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不需要再去塗 潤唇膏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可以試了04給大家看 那04就偏粉紅一點的 那也是很自然 很Smooth的 也都可以很顯色 蓋了你本身的唇色 之餘是很自然的 講了那麼多化妝用品呢 是時候都講一下美髮產品了 那大家都知道呢 我的頭髮又薄啦 又細啦 又幼啦 那所以一到夏天呢 簡直是我惡夢 因為很快呢 就這些頭頂的位置就會很黏 然後看上去就好像很 很grizy 那樣 那所以我都一直問大家 有沒有一些好的 就是洗髮或者護髮產品可以用 那最終呢 就被我發現了 Lush的這一隻 Bake 那這個Bake呢 其實是一個 Sea Salt Shampoo來的 就是一個海鹽的 一個洗髮 的產品 那我不可以說它是洗髮水 因為它一點都不是liquity的 它是這樣的樣子 看上去 就好像糊仔那樣 那但是就很清新的 鹹鹹的 但是有幾清新的一個海水味道 那 那 通常我在拿在橡心拿少少 然後加少少水 然後搓完之後就開始洗頭 那它給到我的感覺 就真的很乾淨 那 也都可以給到頭髮的空氣感 和蓬鬆感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今天 all day long 都出去走一個圈 也有出汗 那 那你可以看到它 都是看上去 都是保持到我的乾爽度 那所以我自己非常之喜歡用它 也都覺得是一個開心大發現 無奈地呢 它價錢就不便宜的 那一間大概二百多元 那只能夠用到一個月左右 那所以 如果你的情況 不像我那麼難堪的話 那大家都可以找其他的替代品 那如果你說 你跟我一樣 都是頭髮很容易出油 很grizy 那它就是我們的救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我曾經讚過Baptiste的那一支Dry Shampoo 但是有些美女們就用過 就跟我反映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刺鼻 那福音來了 因為它出了一隻新的味道 就叫做Foro & Footy 那其實又是啦 用法是一樣的 那就是噴一點點 然後呢 就用手呢 抄鬆它 那它的味道就相對地 有點花香 就沒有那麼刺鼻 那但是它的功效呢 就一模一樣的 那當時也有很多美女呢 就給我很多suggestion 例如用Eddity House 或者用其他的牌子 但是我自己發現呢 最好用或者最方便的 都是Baptiste 因為它同時可以幫你做到空氣感 有這個蓬鬆的感覺 而且感覺到是乾淨了 那當然也都真的 貴過你在美國買的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道理 叫做人理香 賤物理香貴 那而且這些噴霧裝的產品呢 你即使去到美國 買整個回去都上不了機的 那所以其實它們在shipping上 都需要花點心思 那所以我覺得 貴多二十多元其實都不為過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受到這個油性頭髮的困擾的話 那這個Baptiste的Jai Shampoo 其實是值得一試的 另一個我想跟大家說 有買很搭手的呢 就是這一隻Body Shop的Shaw Gel 那特別是這一隻味 就是水蜜桃味 那最近在做特價99元3支 那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 就買過的了 那用完之後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的味道是 百分之百是水蜜桃的那種香味 那塗完之後你會覺得自己很fresh 夏天用的時候覺得精神爽利 那結果就打算回去買多幾支 那斷了貨 那一直都沒有回貨 再問之下 原來它是一個特別版 限量版來的 那難得去今年Summer的時候 又再出貨 那所以我一看到 還在做特價 一買就買了6支 那所以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對於水蜜桃的味道 是有特殊癖好的話 那快點入科 就很棒 接著要講一下我中了服的產品 那第一樣就是Benefit的這一支 Stay Flawless 15-hour Primer 其實我挺喜歡Benefit的Primer 例如Degel 例如Degel 例如The Professional 但是這一支呢 你可以看到它好像一個goose 的一個膠水 即是那些什麼 那些張狐筆 那想不到 它的感覺都真的好像張狐筆 大家明白了 那第一件事就是你塗上面的時候 那時候呢 你經常都覺得好像很不雲巡 那樣 所以你怎樣都要自己用手 好好地去塗上雲巡 那就是 撫平 那但是 當你塗完之後 再去上粉底 萬一 萬一你真的塗得不雲巡的時候 譬如我當你一個圈 那那個粉底 就可以給你一個圈的痕跡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還有其實它塗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好像塗了一層膠上面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是幾乎沒有用過 我用了兩次左右 太真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要洗乾淨 再重新上妝 那所以這個是我的 打背 那另外第二樣呢 我就非常之失望的 就是YSL的這一支Mascara 那其實我以前是很喜歡它的 那很喜歡它的那一層香味 那但是 它最近呢 就改了formula 因為它所謂說 以前太多人campaign 就說它很容易乾 那現在它這個的質地 確實是比之前是濕和吸溶一點的 但是它就沒有了以前的 防水防油的功效 我通常呢 如果用完它之後 下午兩三點 那已經有一班朋友 或者同事會問我 做什麼呀 你昨晚不夠睡了 咦你好累啊 你幹嘛哭啊 原來呢 我是smutch了 就是所有的 下面呢 是整個黑色一大大 那樣 原來就是因為拜它所持 那所以 認真說 我真的非常之失望 因為以前我是很喜歡用它的 在它還沒改formula之前 那我又貪心旺 那我上次在 即是 回香港之前 在Duty 3一買就買了三支 那我開了一支來用 就發覺不成功了 所以我還有兩支是沒用的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你們用過 你是覺得好用 又或者你發覺這個formula 你不對就是我對 那的話呢 你們可以在comment box留言 說你想用 因為我不想浪費 那所以 當然我是 如果萬一太多人說要的話 那可能我要抽籤了 那anyway 那這一支呢 就是我自己的 中伏的產品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相對地很容易出眼油的話 那這一支 那這支Mascara呢 就記住鼻子質的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 這麼有耐性 聽我說這麼久 又長又沉的一條短片 那希望未來的日子 我會準時一點 拍多些短片 那 那等大家不用 要是等到頸都長 要是呢 就要被我疲勞均炸 那另外 其實我是有Instagram的 那我的名字叫做 BBloveslife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個平台裡跟我互動 那我會上載多些關於我 亦都不單止扮靚的 可能看書呀 旅行呀 飲飲食食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記得follow我啦 那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